南魔宝月光庄严妙智因生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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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诵一遍之功德 能身为转轮圣王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流变三叠 太世大师的圣论里面 有这么一个标 流变三叠的标 我用影印放大 影印放大把它贴出来 在黑板上 你得回下课再去好好的看一看 这个流变三叠 一时百天 下面下面有 一一位 十位 百位 千位 这就是那个一时百天 上面的一叠 二叠 三叠 就是流变三叠 流变三叠一时百天 这个表里面就有说明 第一叠 一一叠之 竖看 它这个注决里面写 一一叠之 一跟一 一直重叠 叠到满了 就是十数 流变成十 一叠 一一叠之 流变成十 就一叠到十 这是一叠 一四方三是数 甚至 一四四方的四 三十的三 四三的数目字把它乘字 0数是二 乘数是十 第一叠 一叠成十二 就变成十二 第二叠 中间 那一行 第二叠 十十叠之 十 再叠十 十十叠之 流变成白 叠满了就成白 十对十一直叠 叠满了就成白 这就是一十二数 敬畏加之 加成这个一百二十 零数是二十 呃 成数是一百 这就是一百二十 这就是一十百千里面的一跟十 啊 第三个叠 白白叠子 啊 第二叠已经成白了吗 一百再叠一百 白白叠子流变成千 一直叠满了就是成一千 啊 一一百二数 敬畏加之 啊 这样子 敬畏的数目加起来 就成为一千二百 零数是两百 二百 成数是一千 这就是百位 千位 那么这样子看哈 照这个表 照这个表一看啊 流变三叠 一十百千 啊 很清楚 数目次就清楚了啊 啊 假如你不怕烦的话 自己在笔记上按照这个这个 这个表自己再画一遍 再画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的增加了解 对于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啊 啊 三四四三 完转十二 流变三叠 一十百千 这个道理就会跑出来了 啊 这是不去配合法术 啊 这都是一种事项啊 并不难懂 只要你脑筋把它清爽一点啊 这不以用明 用这个法术去分别 单用数目字去啊 说明 就很容易了解 不会太难 其他的一般古术啊 差不多都用这个 呃 法术去表法 哦 那就变成很麻烦了啊 啊 就如果对这个法术的名像不神了解的人 会越高越浮屠 会啊 好像掉落五里五中 搞不清楚 啊 假如你要对这个法术的求了解 要一个最简单明白 容易了解的方式 用法术来说明的话 我举个例子说 举个例子去说 啊 给你做一个帮助 假如你碰到这个法术的解释 用一种方法 就是用叠十法界来说 十法界的数目是刚刚十个啊 啊 四方 各论三世 三世各有四方 就成为十二 啊 这是第一点啦 啊 然后 每一世都记十法界 每一世 三世里面 过去是有十法界 现在是有十法界 啊 未来是有十法界 十法界就是四圣六凡啊 四圣佛菩萨生无缘觉 六凡 天日欧修罗地狱鬼属生 啊 就是六凡法界 三三三奥 啊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各个都有十法界 啊 啊 那么四方 也是一样 各个都有十法界 那么就成为啊 啊 这个 十法界里面 再加一个十法界 每一法界都有十法界 啊 因为这个天台家说明呢 叫做百界千如啊 啊 一个法界里面另外又有十法界 啊 一个十法界里面既然有十法界 十十就成百了 啊 啊 那么十十成百 那么每一方都有这个一百法界 每一世也有一百法界 那么这样的界界各成十法界啊 啊 再以啊 三世来啊 配合起来 就会成为一千 一千个法界啊 啊 这个二百呢 啊 就是把这个零书啊 啊 把它分别开来 三三归三 四归四 四 四 各各有十法界 三 各各有十法界啊 啊 那么直约十法界的足数来论 是由啊 这个一千个法界 百界千如啊 啊 那么这个四方各有一千个法界啊 啊 那么这样子说明啊 也可以帮助做了解 不过用法数去分别啊 你们因为他要成为一百二十 就好像这个二十啊 很勉强 嗯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社论的说法 单用数目字去叠 啊 叠成这个名像出来 啊 知道这个怎么样叫做 流变三叠 怎么样叫做一十百千 这样子就容易啊 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 那么这个名书啊 就是把开始的一到最高的数目字的千 从十字中可以总包括在里面 说这些名像做什么呢 它的用意是要说明下面六根各有一千二百公道 因为它的本性六根各有一千二百公道 但是因为现在繁琴的周用四项 就不一样了 有深有浅 有大有小 有的一千二百 有的八百 啊 这个在下面经文里面有意义的说明啊 所以关于这个三四四三 完转十二 流变三叠 一十百千 单用数目字去正叠 比较容易啊 如果你一定要拿这个名像来比对啊 会找到很多麻烦 很不容易明白啊 那么这个道理说到 这个四项上的文字大致如此 关于这一点 可以说是愣眼睛的一观 很不容易了解 怎么说它是观呢 宋朝 北宋啊 北宋公之末 宋哲宗的时候啊 有一位慈云灿主 他的名字叫做尊氏 尊造的尊啊 遗失的事 尊氏 因为他在慈云寺 他专门修大悲传 人家称他叫做慈云灿主 这个慈云灿主 当时跟这个四名尊哲 就是这个宁波的 四名 这个所谓支离大使 四名尊哲支离大使 他们是师兄弟 两位都含富盛民 一般对于在教理上 人家都尊重这个支离法师 在修持方面 大家都尊重这个尊氏法师 他持大悲优 拜大悲传 他的功能呢 做到相当之高 据说 他持过大悲优的这个寿墓啊 做房屋啊 用火去烧都烧不着 显示他的修持功力很高 说这个话做什么呢 他有这么一个楞严三观的故事 就是在那个时候楞严经已经很普遍的盛行了 当时有一位大官 嗯 地位很高的大官 他学佛 连研究楞严经 他对楞严经很有兴趣 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做注写 这个大官在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他的名字 不晓得是谁 这个大官把这个楞严经注写做好了 他想要流通 但是他想要求证 有一位高山大德帮他证明一下 就比较妥当 那么就把他的这个楞严经注写的稿子啊 拿到尊师法师就是慈云灿主那边去 要请慈云灿主啊 来帮他证明 嗯 那么他来了 要求这个慈云灿主 跟他证明的时候 慈云灿主就在堂前呢 起一个大火炉 起一个大火炉 烈火 永永在烧 然后就请这个大官出来 问这个大官的用意 他说我做了一部楞严经注写 我要请你帮我指证一下 如果可以流通的话 我才敢流通 尊师法师当时就跟他讲 这样子 我在楞严经里面举出一个三个问题来 假如你能够解释得通 我就帮你流通 如果解释不出来 我就把你的稿子放在佛里敲掉 哦 这个很严厉的 你既然这样说 而且这个烈火就在面前 只好照办 好了好了 遵从大师的意思 然后这个慈云灿主就问 第一个问题就说 楞严经里面经常说到 真经妙缘 信静明星 真经妙缘 信静明星 这八个字怎么解 一下子要解出来 可是不容易 他在冷住了 解不出来 好 第一个解不出来 我再问 再问第二个 再问第二个 这个第四圆里面的 三四四三 完转十二 流变三叠 一十百千 什么意义 你讲给我听听 更是讲不出来 比我还不懂 完全讲不出来 那既然讲不出来 完了 已经两个不能过关了 第三关 第三关他就问说 二十五元通 那些二十五位圣者 无论是大菩萨 阿罗汉 他们所说的修行法门 佛的说明说 他们十八戒 各个都是同样的修法 都没有高低 都没有上下大小 他们同样都能正圆通 既然二十五样样都是圆通 文俗凭什么自选耳根 这更是讲不出来 你不是说 为什么单选耳根 那二十五都是一样嘛 一样 既然一样 你为什么当然 独选耳根 实际上这个最好搭 可是他没有搭出来 结果就把那十圆 楞眼睛的朱节 放进火炉里烧掉了 好可惜啊 我想这个大官眼泪是往里面流的 不敢表现出来 诶 这个大官真不错诶 真有修行 他这个稿子不晓 花了几十年功夫才做了这么一个朱节 今天哪来啊 没有两秒钟就把它消掉 好难过 不晓得他有没有存稿 我没有看到真可惜 实际上这三观最难的就是刚才第二观 最难的在四项上就是第二观 你们第二观 这个三四四三 完全十二 流遍三天一十百间 从由楞眼睛朱节到现在 可以说 没有定论 谁也抓不到佛的用意 啊 佛说这些话 他的用意在哪里 啊 真正的解释是什么 我想 不会有人摸到 所以一般人都在疾风 笑这个住愣眼睛的人说 那 那他住的是他的愣眼睛啊 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愣眼睛 彼此都会这样 你笑我 我笑你 啊 实际上啊 啊 这个一百步叫五十步 彼此彼此 啊 差不多差不多 实际上 大家都是在文字上在哪里推销 啊 真正的佛义 谁能知道 除掉你成佛 你成佛了 你可以知道 呃 没有成佛之前 真正佛义我们摸不到 摸不到 那 总是摸一摸也是好的啦 不摸 那就完全不懂啊 所以 呃 廉池大师哈 他 就一部叫做愣眼睛摸相记 例如说这个流遍三点 他也有留他的解释啊 啊 个人的看法不同啊 我有我的说法 你有你的想法 啊 但是 我看过所有中文的 我看过的诸解 我总教的这个文字啊 只要根据太虚大师的这个表 你看看这个表就差不多 呃 最起码文字通得过 文字能够交得下去 否则 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 呃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只能看作三观之一的难关 但是文字上能够交得通 就不错了 呃 开会愣眼 要开智慧 要研究愣眼睛 呃 这个三四四三 软转十二 流遍三点一十百千 就够你开智慧了 啊 你可以啊 好好的下翻功夫去研究 看看古人的诸解来做帮助 是不是能够自己发明一套 比较新鲜的这个道理出来 要看自己的功夫了 那么他这个用意就是说明啊 我们众生六根各个都有一千二百功德 这是本性 六根之中各个功德有千二百 啊 经文里面说 在六根当中啊 约他的本性具足的功德 各个功德就是各个就是指六根 言而一色生意 这个六根每一根都有一千二百功德 啊 这是约信仰 本性本具的本具的功德 如果约现象说 就有游猎啊 啊 或呢 女父于中刻定游猎 如果是要研究他现在的 呃 在向上的表现 现在我们凡清 眼睛的向上的表现 耳朵的向上的表现 乃至异地的向上的表现 功德就不一样了 啊 有大有小 啊 有都有少 啊 情况就不一样 所以接下去就把六根的功德 越像 不是信 信 同样都是千二百 不用说 现在单约这个现象功能论 现象功能来说 如言关键 后按前名 前方全名 后方全案 左右旁观三分之二 同论所作 功德不全 三分言功 一分无德 当着年为八百的 我随便 我不会画图了 我不是画家 我不会画图 我随便画一个 给你们做参考 比讲还要容易懂 因为用讲啊 方位还不容易分听 好像眼睛的看 如言关键 用眼睛的看 来说明吧 嗯 后按 前名 后边按 后 嗯 卡甲阿波 谁把握 卡甲阿波 谁把握 后边是按的 前面 前面是明的 嗯 前方全明 前方完全看得到全明 后方是完全按 左右 左边 右边 左右 啊 旁观呢 能看到三分之二 也不要正对正面哈 不要左右翻 这样子斜看哈 左边 能看到三分之二 右边 也能看到三分之二 嗯 所以统论所作啊 功德不全 三分严功 一分武德 啊 总和起来 本来有一千二百功德 可是后边呢 看不到 啊 所以 这样算起来 有三分 之一 啊 三分之一没有功德 啊 三分之二有 所以应当要知道 年 只有八百功德 这样八百功德怎么算呢 正方 正前面 两百 正后边 两百 正左方 两百 正右方 两百 二四 就八百 啊 这个四一 一斜角 这一个斜边 一百 这斜一边 一百 呃 这边也一百 这边一百 因此啊 后边 后边的后方 两百 完全没有用 而斜角的后边两个 也是暗的 也是没有用 因此啊 一千二百当中 只剩下 前面两百 左右 左边两百 右边两百 六百 前面的这个斜角 一边一百 一边一百 这样子 只有八百功德 眼睛啊 眼睛的八百功德 用这种方式去算啊 呃 呃 我随便自己想出一个办法 画出一个图样来啊 呃 呃 我从前上次这个用客家话讲的时候 也曾发过这个样子 呃 因为这样子 呃 帮助我 以言 没有办法表达的地方 你凭看着这个草图啊 也能知道一二啊 呃 就显示我们眼睛 这个只有三分之二的功德 八百 三分之一 没有作用 就是因为后边全按 啊 啊 卡这儿没有成百周 哎 呃 卡这儿有这句话 我 我在那 呃 病中老法师那边学来的 哎 他讲话很文雅 绝对不能有一点点出气的表现 啊 我跟他当时惹的时候啊 我学他讲 讲台语啊 啊 啊 我有一次讲什么呢 不晓得讲什么 卡冲奥 没洗白酒啦 我卡冲奥 一听就 他马上翻过来就 不敢这样说 啊 没有我怎么说 我卡冲奥 是 什么卡冲奥 要卡冲奥 哦 哦 我就这样给他夹下来 用不敢用冲啊 啊 啊 学话 学讲话 那时候我才二十岁二十一岁 啊 所以以后 我我讲的跟人家讲的有点不一样 我就 卡冲奥 有的人反而反而听不懂呢 啊 他只懂得卡冲奥 不懂卡冲奥 这个这个话很文雅 很文雅 啊 说起来没有出气 这听起来很舒服 啊 所以我从二十一岁一直到现在都是卡冲奥 那习惯性 就是用这种方式啊 讲话 啊 呃 这个好像叫的比较文雅 不会出气啊 啊 那么 这是眼睛 眼睛啊 凭我们反情的情况说 不是越体性 越实性 本来通通一样 功德一样 没有大小 都是一千二百 啊 现在凭我们反情啊 正看前面 啊 跟两边 可以斜看的 啊 后边看不到 这样子就扣掉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二 是有功的 就是 他的功能在这三十三分之二 啊 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后边 没有功能 啊 所以往往有人要偷袭都都从后边 因为后边没有眼睛啊 看不到啊 所以容易被人偷袭不知道 啊 从前在学校里读书 小孩子玩 啊 都是用这种方式 从后边突然之间把他眼睛啊 啊 眼起来啊 啊 看他知道是谁啊 啊 而凭他的这个臭胶 用手去摸 摸出这个事 和谁来啊 把他的眼睛捂住了 啊 这就是说明了 因为后边看不到 很容易发生这个 啊 呃 意想不到的这个意外 啊 这是眼根 我们比对这个下面的耳根吧 如耳周听 十方无疑 动摇 动若民谣 近无边际 当之耳根圆满一千二百公斤 近乎呢 处处都注重在耳根 就是要选耳根圆东 所以呃 太医大师的这个括弹里面呢 都叫做 这个就已经在密的显示 要说明选这个耳根圆通了 啊 关于这一点 呃 如耳周听的文字 我们只好留下一次再讲啊 啊 这些词 等会儿 在外面 前面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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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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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